好 回到全民大新聞 我們剛剛上面一段 雖然講到跟人民息息相關的問題 可是好像大家都不買單 因為民生問題 最近真的是吵得很兇 是 你說胡錫糟那麼貴 那就不要去買就好了 不要去吃嘛 那吃別的到底有沒有比較便宜 我告訴你 人民自然會有辦法 對 繼續想辦法 但是問題就是討論這樣太嚴肅了 現在我們馬上給大家一個 什麼新聞 娛樂新聞 那我問你 秦主播 你敢坐在這個主播台問你 台灣最火紅的節目是什麼 當然就是全民大新聞囉 那就對了 大陸最火紅的節目是什麼 現在真的要講這個節目就是 中國好聲音 中國好聲音不得了啦 那個收視率耶 對啊 它媲免我們這個 華人星光大道這個選秀節目啊 它昨天啊 在這個上海的體育場 八萬人的體育場 舉辦總決賽耶 對 而且收視率到達是 兩億人的這個收視群喔 到底為什麼盛況這麼空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報道 新聞畫面 大陸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 最後總決賽 像是一場演唱會 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舉行 站在塗鴉貨車上氣勢十足 把紐約街頭風格搬上舞台 大陸版Lady Gaga 宛如女王將領 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恭喜 梁柏 2012年度 中國好聲音 那湖地梁柏奪下冠軍寶座 難以激動的不能自己 也成為這場選秀直播大決戰 壓軸高潮 哇 日本 你看郭主播這個畫面 真的是非常壯觀 你知道他們一集的製作費 是八百萬的人民幣 八百萬 這個全憑大新聞 可以做一年的這個議題 大概可以做一年 加便當費都有 是啊 而且這個你看 中國好聲音 昨天這個舉辦總決賽 連張惠妹都力挺 力挺 而且她是為了這個好姐妹 納英去了 據說還是無仇演出 對啊 納英一句話 這個我們歌后 就馬上跑到現場去了 對不對 而且這個中國好聲音 這麼火紅 連同我們這個盲人歌手 張玉霞他也入圍 也入圍了 這聲音媲美這個鄧麗君 對不對 也是紅遍了海峽對岸 是 但是問題啊 這樣的節目說實在 台灣雖然做不到 但是我們看得到 看得到啊 對啊 看得到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最火紅的這個選秀的節目 我們當然要請到 這個中國最火紅的穿越劇 沒錯 穿越劇一定要講到這一部 因為年輕主播 穿越劇齁 對啦 穿越劇啦 對啦 這個年輕主播也有在收看 因為這一部實在是太厲害 我們直接從他 清朝穿越到我們這個 你也在穿越啊對不對 大家都穿越 練久了就穿越啦 都穿越過來了 好不好 那我們來聽到這個 現場就請到這個 步步驚心的四爺 還有若曦來到現場 歡迎 大家好 我就是當今最火紅的連續劇 步步驚心的男主角 我是霹靂虎無奇龍 啦啦啦啦啦 一起漂白 好啦 我曾經是霹靂虎無奇龍 我是無奇龍 你是無奇龍 但是 我在步步驚心 這齣戲裡面 我飾演的是男主角 我是應徵 四阿格 雍親王 雍正帝 康熙帝 第四子 得飛之子 名稱 四爺 四爺 沒錯 我就是馬爾泰若曦 她是馬爾泰若蘭的妹妹 也是21世紀的穿越者 張曉 沒錯 你要來應徵什麼 對啊你應徵啊 對 要應徵 對 照光應的應 真就是一個新製片 在一個真結的 你如果真的沒有工作 你來挖手這裡上班沒關係 你是演步步驚心嗎 步步驚心 沒有 我們看的都步步驚心 看的就怕了 步步驚心 對啊 我們穿樂趣 你怎麼現在坐在記者訪問團裡面 對啊 沒有 因為我們也是喜歡這個 對於這個娛樂的事業也有 謝謝你們的分享 我們這邊很簡單 住到後外 對面的就是敵人 住在這邊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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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只要一起罵馬英九 這樣就可以了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出來是要接受你們的聊天嗎 沒有 我是四爺四阿哥 好啦好啦 你懂嗎你 尊重一點 你沒有說你是四爺 大家就以為你是 我已經說三次我是四爺啦 四爺 說三次是四爺 那你說四次就三爺囉 一定要抬槓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她是我女朋友叫若曦 我是若曦 雖然 我們一起穿越 我穿越到了清朝 你穿越到了現在 那不是四爺 只有我穿越 穿越 你沒有穿越 大家都穿越啦 對不對 穿越 誰先唸的誰第一了 只有我穿越 是 你一直都是古人 你是古人啊 只有我有穿 你沒有穿 我有穿 你也有穿 我有穿 那可不重要 重要是我是四爺 聽說 第二個來到全民大新聞 有記者要問我們一些相關的問題 你們 說吧 我們現在的記者 如果不說那怎麼辦呢 不說我就自主說 不是要問一下兩岸的製作費 差異的問題嗎 不用問啦 我直接就說了啦 我告訴你啦 他們一集的製作費 三千七百萬 平均三千七百萬 你不要再講下去 講下去都是我們的台詞 他們做一年的 他們做一集的那個製作費 我們剛好全民最大黨之前 可以從以前一直做到現在 十年 他們做三集 我們剛好做十年了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自己說 我們有些 對啊 可憐到不了 他們那個步步驚心 他們就光一集 那個電視劇的製作費 他可以媲美 搶救老爸這部電影 全部的製作費 我跟你講你不要講他一集做 就是吳其榮哪一集的錢 剛好他們這邊 所有最大黨的演員 大新聞的演員 拿一年的錢了 而且吳其榮一集的片酬 剛好可以拍一部 搶救老爸 我們都講完了 我們還要問什麼 那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他們還是沒有點出 要換你問問我們好了 請問一下 這兩岸之間的製作費 我們在片酬真的很低 這 要讓我講哪一個 好 你講 是耶… 請問這兩岸的製作環境 差異在什麼地方 你們答不出來 我就先回答了 差異就是收視人口嘛 台灣如果有13億人口 我們製作費應該也會那麼高 那我要舉例說明一下 其實最大的差異 就是兩岸製作節目的水平 比方說 像我們中國好生意裡面 我們最大的差異就是在評審 你看到了沒有 我們請到的評審 有娜英小姐 楊坤先生 劉歡小姐 余承慶 劉歡小姐 劉歡先生 劉歡先生 還有余承慶先生 每一個都是一代宗師 都是民歌手 但是 咱們台灣的選秀節目裡面 你們知道請來最大咖的評審 是誰嗎 林夕啊 不是 那是周杰倫 不是 王力宏 也不是 那是陶喆 更不是 那是誰啊 排志源 蛤 排志源 排志源算是很大咖的咧 金鐘獎最佳男配角 OK啦 等一下 他的反應做得太小了 你再問一次 是 那是誰啊 台志源 這可以嗎 這可以 是不是要這樣 要不要這樣 心去到用 心去到這樣 反應不要做這麼大 請來的是台志源 如果說台灣的選秀節目 它是模仿節目 請來台志源 它是可以解 是能夠接受的 很有說服力 但是選秀節目裡面 居然有歌唱比賽 有舞蹈比賽 有BBOX比賽 請來台志源 這就比較沒有說服力 就是說 如果說台志源 它能夠跟張宇聖一樣 和天一樣高之子高 唱得飆高音 我才能夠承受 他有說服力 我相信他應該是 他飆得了嗎 他應該是飆不了 對 所以兩岸之間還是有差異的 但是我剛剛誓言 你講的那個 他們那些是在大陸有名 但是在台灣 你要叫他們來開一個 通常節目 別人要看 你知道意思嗎 最終兩岸還是有文化差異的 兩岸那些差異 對啊 你看以前 張飛做的那個 有沒有 它裡面 所有的音樂教室裡面 都是大科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費玉清 有沒有 還有那個什麼 阿妹 王力宏 通通都在裡面 而且他們那時候便當 都舊呼吸張的 對啊 我有看了對不對 但是那個節目 還不是掛掉了 對啊 這說明我們台灣的水平 是High Class 對啊 High Class但是沒有錢 怎麼辦 所以讓我們冠名嘛 冠名冠很多 很多像冠牆一樣 那要急著來 還是我們歡迎 可以來贊助你們那個 全民大新聞啊 我們歡迎台詞人到 我們大陸去拍點連續劇情 OK啦 他不會去的 他不會去嗎 他就不用再講了 他以前就是拒絕 那個我們電視台的這個 一個戲約 是 他說一集六萬 我才不要 他就移民出去 現在也常常聽到 他在回想往事 他說 當時為什麼不簽 真的 回想當時 現在只能剩下兩億 一個回憶一個失憶 好 我們信廣告 信廣告